大家好 多数花有养长兽花 都懂得在它的花芽分化这段时间 给它使用高领高甲的零酸二菌甲 来促进它花芽分化 让它开花多 但是平时我们在施肥的过程中 没有足够的零岩素的话 单纯是到了花期 再给它使用高领高甲的零酸二菌甲 完全是不足够的 因为只有通过长时间的积累 积累足够的零岩素 那么到了花期 我们再给它补一补 这样的话 才能让它每次开花傍晚盆 所以说 除了我们在花期 给它使用零酸二菌甲之外 平时建议大家 给它多补充一些有机肥 比如说像这种羊分 但是有一些花有 可能对这些羊分 比较敏感 觉得不卫生 容易招眼细菌 不干净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改用这种磨肥 这种磨肥它的效果很长 用一次可以长达半年到一年 因为这种磨肥 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特性 就是当这个长寿花需要营养的时候 它就会分解 当这个长寿花不需要营养的时候 它就会停止分解 因为这种磨肥 它不是经过浇水来分解营养成分的 而是经过长寿花根部分泌出来的有机酸 在这些有机酸的作用下 这种磨肥它才会得到分解 给这个长寿花吸收 因为长寿花需要营养的时候 它才会分泌有机酸 如果长寿花进入了休眠期 它就不会分泌有机酸 那么这些磨肥它就不会分解 所以说磨肥它的肥效场 不烧根就是这个原理 那么我们使用的方法很简单 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在配土的时候 给它混入到土壤中 第二个就是给它追肥 追肥的话 我们可以先把它挖开表层的土壤 发现它的根系之后 直接撒到根系的上面就可以了 因为磨肥它是不伤根的 所以说我们尽量的让这些磨肥 接触到长寿花的根系 这样的话 长寿花的根系分泌出来的有机酸 才能更好的分解磨肥中的营养 当然了我们给长寿花使用这种磨肥 目的是让它长时间积累更加多的零年素 到了花期 我们还是需要这种零色轻甲来给它补充一下的 而且这种磨肥 它里面的美颜素非常的丰富 美颜素是可以促进它的光合作用 可以强壮它的根系 提高它的抗病能力的 所以说我们在长寿花的盆土中加入这种磨肥 更加容易让它开花多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